大乘佛法自始至终没有别的 就是教我们觉悟 教我们断恶修缮 转弥为物 转凡成圣这三个原则 所有一切诸佛菩萨 也是教我们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他说千经万论 总不离开这个原则 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 真正菩提心现前 你就正得无量寿了 老法师说 你不发菩提心 一天念24小时的佛号 念一辈子都不能够往生 发菩提心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 要明白